提前规划在新冠病毒疫情过后走访台湾的旅游行程 观光局驻洛杉矶办事处主任施赵辉建议赞美华人 可以选择美国比较少见的温泉之旅 那如果是秋冬的话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享受一个温泉美食养生 我觉得这个对不管是华人或者是像Joseph Rosent 他都非常的喜欢 因为这美国没有 而且那价格跟日本比非常的实惠 那我们养生的餐搭配又比日本好 因为我们也去过 所以非常推荐 那秋冬我们可以有几个重要的温泉区 第一个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 还有东北角的郊西 另外中部有谷关 那花冬有瑞穗等等 那这些温泉养生的地方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是如果你喜欢自然景观 那我很推荐 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台南云嘉南地区海边 你可以欣赏很多鱼科横科的水鸟 不仅如此 施兆辉主任更表示 唯有实际体验当地人民生活 才能真正感受台湾之美 深度有才是可以很代表台湾自然文化 或是当地人民生活方式的 那可能没有很大的大山大水 但是我们的都很精致 服务很好 让你跟你的家人 能够用比较慢的速度 去体验当地的文化风情 然后这也是一个真正旅游的方式 就是创造回忆 而不是去一个地方 住那个饭店hotel 吃了自助餐 那就回家 这样事实上是 没有展现出那个特色 所以台湾很多以前的景点 或是旅游区 这几年已经不断的更新 有非常深度的方式 也体验的活动 DIY等等 大家可以去参加 强调旅游是现代人 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因此建议美国华人 追踪Tour Taiwan 脸书主页进行台湾旅游规划 等待疫情过后出发 东西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